好同学我们就回来要继续这个练习5的部分 好我先那个分享一下画面 好注意到那个刚下课我注意到还是有很多同学 对那个怎么建立那个有效的 这个档案管理的路径还有很还需要下一点功夫 因为这个才能够帮助你去管理好自己的档案 好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练习5呢 它其实是上次的那个有一个就是自我 算是一个inline code的这个延伸 那练习5呢就刚刚我们在在休息前 曾经我们就大家如果有跟得上的话 已经是是已经在这个练习5已经在这个assignmentR 的RMD里面已经准备好标题 跟这个空白的chunk 好那这个其实就就是在把上跟上次一样 好那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英文电子书的 这个3.0.6的这一个区块里头的 这个是这里我们是要对这个 R用这个再去对R就是R的程式写写作 我们再来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 好还有演练好那在这里 好那这里同样因为它这个是有一点过期 然后我在这里我们因为为了 之后的那个练习方便起见 好我就改成明我就把它改成明年 好但其他就就就还是一样好那这个是是在上一次的作业 不是其实有要跟各位同学就是提示说 呃呃就是你要去就是请你看看这个chunk里面的的值 跟这个如果在在chunk之外写的那个inline code的值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现在再再稍微做把这个动作再做点那个细致的演练 好那我们这里我们先不要做neat 好那因为这个刚刚在一开始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R的这个chunk呢 我可以只要直接单独的去按这个runcuren的chunk 就可以只要执行这里面的code 那除此之之外 那个刚刚setup还没有出 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setup跟下面这两个新的chunk 有一个差别在于说下面这两个chunk是可以收 是他呢他还有一个功能 好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这个是是他这个是是说可以去执去执行 到他前面的那个chunk之前的所有的资料 好你们可以看看可以看到我刚刚在这个新的在这个 about me 下面这个chunk 按一下这个 他就会自动自动把前面的那个的程式码就执行过去 好那这里你们可以注意啊 所以这里这个这两个按键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做所谓的 debug的工作 好所以这个就是看现在这个chunk 然后这个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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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还比较还没介绍就是有这个齿轮的东西 这个齿轮呢 它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R的Chunk它的特征是以 有一个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他们都是由 这个这三个我一直忘记 这个叫什么标点符号所组成 然后第一个是一定有一个是 大括号然后里面有一个R 这个代表就是告诉R Markdown 这个里面这个范围之内就是一个Chunk 那这个大括号其实还可以再对这个Chunk 做一些设定 那关于说这个Chunk的基本设定 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齿轮你可以做好 例如说你可以说为这个Chunk来命名 就叫做About Me 例如像这样 然后这里这是可以决定说这个Chunk 它能输出的方式 那这里有一些我今天先不细讲 因为以后还有很多示范机会 只是给大家看 那只要就是只有有一个Output的这个 这个推荐的设定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就是建议说这个Show Warnings跟Show Message 我是建议可以把它设定成False 因为那个有没有什么错误 你其实不大需要靠这些Message跟War 或者应该说比较简单的一些程式上写作上出现的问题 你可以Message跟Warnings的帮助比较有限 你其实你就看你自己的目标 你现在写这段程式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有这样子的话你Apply 那么你可以就是从这里就做一个基本的Chunk的设定 那么我在这里我就只要再说一个就是把Chunk做命名的好处是在这里 在现在的这个RStudio这个版本里面 它有可以去秀那个大纲 所谓的大纲就跟那个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作文嘛 做作文都要先拟大纲 那这里的大纲就是我们有设定好的这个Markdown的标题 那还有就是那个Chunk有命名的这个Chunk的名字 那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的这边这个设定它是有显示每一个就是文字Markdown的标题跟那个Chunk 那Chunk2因为我没有命名 所以说它是用一个用一个括号标题 好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你会想象看如果说今天是写一个报告 那你这个报告里面不用说有分很多的段落或是章节嘛 那如果说你今天还要在做出说在这报告中把这个你的资料的整理或分析去做一些那个层次的或者说是大纲上的编排的话 那用这个功能可以帮助你知道说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然后你之后你自己要再做修改或编辑都会比较方便 这是一些小技巧的分享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我们执行起来 在Environmental里面会出现一些东西哦 好有没有注意到 这上次有特别就是有问到有的练习里面就是有特别 邀请同学去去那个去注意的地方 好那有这些东西呢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NIT里面去使用它 那我们看一下练习6 OK好那他这里就是在这个接下来他这边Running code 就是这个就是讲的是我刚刚所示范的东西 我只是用中文再来讲一次 然后还有特别讲了一些chunk的东西 好那么再来我们再来就是要到这个练习6这里 练习6就是把你可以再去做一些更动 你这是练习6就是等于是上一次 如果上一次的那个练习5你有好好写的话 好那练习6其实就就是就是就是上一次那一项的这个扩大版 好你就可以说明说你这里请各位呢多NIT几次 就是你可以所谓多NIT几次你就是把这里面的直做些更改 好然后看看这里面它这个Environmental的变化会是怎么样子 好好那然后那个再给大家这个练习6就是观察心得 好就是这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来去呃就是练习看看好那么在这个练在这里我我再给大家练习之后再交一个小技巧就是你要注意到如果说今天我要把这个文件整个答应 整个把已经存入的这些物件给清空的话 那就是说等于是说 把它给重头再重新再做一次 重置一次要怎么办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session这边 有一个 你们可以看到在阿玛当时底下 有一个叫做restart and clear output 那这里只要按一下 它就可以整个就可以清空 这等于是说如果说你有时候 如果说对于写这些code写到说 你都不知道该从何开始 那就不如说从头再来 并且有时候如果说你有些data 你跑的已经记忆体负荷很重了 现在这个版本还有一个memory check 可能有些同学的电脑记忆体比较不够 你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清一下 好那这边就是做一个写作的 你们就可以现在就 就请大家自己去再对练习舞 这练习舞这里 那我是建议你们可以 在这里你们可以去查查看 把这个sysdata可以再看看它还有什么样的玩法 那么 例如 你们可以查一下它的help里面 sysdata 还有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可以再加可以再放一些什么样的参数 那么它输出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ok 好那像是像是 ok我在因为我在前面都会前面跑出来 好就像现在的话那这是 请注意看这边这个是UTC 好这个UTC这个是UTC0 它现在的时区预设的话是以UTC0而不是台湾时区 好你们可以想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好我想这个就当做是一个一个就是算是那个悬赏的活用题 好你们可以就是就是看看说要怎么样去更改这个时日期时间的时区 ok 好这边好这边记一下 算是活但是活这个算是活用题 好 好 好那大家这边给大家三分钟练习一下 我们再继续到练习期 那么有问题的同学啊 那你们可以就是先举手看一下 那讲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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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嗯 大刚看不到你的R chunk OK 等一下 OK OK 好 好 这个时间有点短 来 那个刚刚有同学在聊天室问到问题 刚好要带到大家看一下这个Option 那这个因为会有录影 所以大家可以重复看 就是上一次有跟大家看了一下这个 就是你的 Art Studio 你都有一个Option 我们就只要看这Global Options就好 那这里面有一个大项 就是看这个 这个是R Markdown 就是跟你的R Markdown的这个 编辑写作环境有关系 那 现在你们 我可以建议同学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现在先截图 好 然后跟你的自己的那个设定做个对照 因为 如果你可以像我一样 这样子来设定的话 那么 你 首先 你就可以像 你就 那么 要像那个在这个大纲的测栏 要显示出 文字标题 跟那个Chunk的标题 那么就是由这里来去改 那么 有些同学刚刚有好奇 就是说 自己的NIT出来的档案 是变成是开那个外面的Windows 那就是从这个条 像这个就是 就是说 是从那个 指示窗 另外一个那个 Viewer Pen的那个指示窗去看 如果是Windows 他就会自动开一个新视窗 好 那当然有人 这个 会喜欢哪一个 就是看个人偏好 好 那我自己是慢慢用的是习 是习惯这样的设定 好 那还有一些是这个 有没有同学需要拍的 好 没有 没关系 然后另外这个是Advanced 我的Advanced的设定是这样 因为这个跟那个 Chunk里面的那个程式嘛 的显示是有关系 好 还有一个是Vidget 好 那这个这个是跟那个 就是Markdown的一些 他的这个在编 在编辑器 好 就在我是就是在现在左上角 这个里面的编辑器的一些 一些设定是有关系 好 这个Citation 就会是跟上一次有提到 怎么样去在像这样的一个 那个Markdown文件里面去引用 其他人的文献或者是套件的这个出处 好 那就跟这个设定会有关系 那这个我们还没有 之后看看会不会有机会会讲 会认识他 好 好 那有有有 那么有机会去示范他的话 在许 那 在许多地方你们都会用得上 好 OK 好 那练习6 这边就是给大家 就是 先做一个观察心 心得 那练习7 我们就要再做一次 这个 就是 再来 再来做 再来做 做一次 那个 inlike code的练习了 好 好 练习7的话 就是上 先跟上次一样 好 那这一次是要请大家算是说 做一点点可能的错误的示范 好 或者说 或者说让你了解说 你可能会有什么地方会出 会出错等等 好 OK 好 那在这里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直接就做一次 neat 再来做 再来做 做一次 观察看看 OK 好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做一个观察 那你们可以看 像是这里的这个练习7 好 因为 那你应该要 OK 我看我还是把它开外部浏览器 来 然后 再缩小一下比较好 因为这个它是在最底部 所以对一些同学可能比较吃力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练习7 好 上一次只是让你们自己体会 你们可以注意到 inlike code的这个 它的这个标 它的语法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 它就是 你们可以在这边观察一下 每一个 每 每 每一个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 这个标点符号 然后加个R 然后再用这个标 标点符号包夹起来的 都是置入的 就是在上面的这个chunk里面 我们所指派的一个物件 好 那最多的话就是到这边 h ok 好 然后这边的话 呃 这里 它这里有三个inlike code 然后最后一个code 它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 这个四则运算 就是 算出说距离下一次 还有几天 对不对 好 那么下一次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它 距离下一次的生日 它就是还有明年的这个 这个日子 7月11号还有277天 好 这可以拿来就是 可以可以就是说 说做一个 如果你这个每天都neat一次的话 可以就是 每就是可以当成说是一个 数馒头的工具 好 那 嗯 嗯 不过我在这里 是要给各位 特别再跟同 再请同学观察 这个语 这个语法的原因 有一个原 有一个关键 我们不是在一开始 我们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有跟同学说 这一个yaml的这个date 这一行不要更改啊 好 你们现在看一下 里面的这个yaml 它的这个写法 就除了这个format 然后format这个韩式之外 它是不是用这个inline code 包夹起来 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armarkdown里面 这个inline code 它就是把那个已经有的这个 呃 的这个顺序呢 把它给 给就是 嗯 就是说你在这里的r 你在这里的程式码的chunk 所建立起来的物件 或者是内建 成 因为你们可以注意到 像这个yaml 它是一开头就建立的 它这里抓的资料一定是 呃 本来就在你的这个电脑里面 应该有的资 资料 好像像这个情况就是 现在的日期时间嘛 好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注意到 这个程式的这个执行的规则 就是说你要先有资料 你的程 你的程式嘛 才可以去去做 你对应想要做的一个动作 OK 好 好 那么我在这里练习期我就加料 好 我们来加一点料 我们刚刚不是在这个练习3的时候 好 有这有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东 有一个这个东 这个东西吗 好 我们可以把它给放 把它给copy到这边来 就是 例如 呃 这里我就写中文了 然后其实这个 英文你们的 你们英文都可以改成中文 或者说 呃 其他外籍生同学 你们都改改成你们自己习惯的文字 都可以 好 好 我今天 做了 第一 做了 好 这边 好 我今天做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子也可以变成一个句子 好 然后我们给它 nit一下看看 ok 好 你们有没有看到刚刚把练习3的这个 也可以把它给接到这个文字 所以你们看到 这个 是不是可以 你们如果说有一些网页编辑经验的话 你们是不是觉得说这个可以拿来编辑一个网页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练习8 好 练习8 这边现在就是自由练习 好 你可以 在这里呢 先做一 你可以就是在这边 就是做一个就是练习的 呃 你自己想看看 你自己的如果说今天要做一个 呃 个人网页出稿 好 你可以怎么样做 利用这个R跟这个markdown的语法去做做看 好 好 那今天今天其实 今天算是这个呃 就是R的这个程式码的入门 的那个 那个就是 我们 我算是这个最后一次的课程 下一次 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玩那个心理学学研究的资料了 OK 好 那这边现在有没有同学这个对于说 今天这个练习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我要讲一下哦 那个今天有一个隐藏的活用题 也是顺便让同学认一下 你们 因为所有所有的作业 都会有一个assignment.rmd 嗯 个人网页出稿 呃 就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想要做一个给人家看的 呃 让人家就是 知 就是认识你是谁的 这个像是电子名片一样 好 那个 我的 大家都有看过吗 好 我的话是这个 我的个人网页是这样 好 那么就是 这个算是我的个人网页 当然我用的套件比 比那个这个复杂多了 好但是 呃 你可以 你你们你们你们可以就是先只要把 关于说你在你像是 如果说你先不要管这些排版的话 你先去想想看 你在 你可以用今天学到的 就应该说这 这三个礼拜 所学到的这一些 你你可以 你可以构思看看 你要在你的个人网页上 放什么样的那个 放什么样的资讯 好当然不一定说是 那个生日啊 可能是你 你会比较介意说 说不要第一 不要让第一次认识的人就 知道你是几年几月几日生 好你可以把它改成像是说是在 什么样的地点啊 好 或者说是你自己 或者说你自己喜欢做什么星座的话 好 这个个人 这个个人网页出稿就好 你只要做一个 做一个你 就是只要说明说你自己 如果说是一个个人网 网页化 你会想要放什么样的资讯 然后有很多资讯 是 就是说是 是需要 是这种要数值化的 或是文字化的 OK 好 然后我们有一个 另外每一次的作业都有一个read me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开始要请大家也要注意 每次的作业的read me也要去看 read me都有去说去说明这个作业的 这一次这个作业主要是根据的是 电子书的哪一个单元 然后这里有一个隐藏的 我没有放在讲义的练习酒 因为这个练习酒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做 你自己有余裕再来做 因为在这里这个单元算是说 是一个第一阶段的喘息单元 就是有一些同学可能 连前面的作业 连那个怎么可弄作业都还不是很熟的话 这个作业这个单元当作是一个喘息 那么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几乎是我今天教的都是对你来说都很无聊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直接用今天教的 其实就是一个做个人网页的一个基本功能 一个算是一个基本方法之一 那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们都有自己的GitHub账号 对不对 那么你们可以 如果有心的话 你就真的你就做一个个人网页 然后用你的GitHub账号 变成一个真正用Google都找得到的首页 把它给展现出来 那就只要你自己做好 确定可以 大家都可以打得开 那你就把它给 把你的个人网站 给Po到 Po到这边来 就Po到那个单元3的讨论区 你就只要回应到这里来说 请大家来光临你的个人网页 但那个是用你的GitHub账号 搞不好可能有些同学都知道要怎么做 那么我在ReadMe这边有抓到一个 一个大大他所分享的 那基本上像我刚刚给你们看的 我的这个个人网页 我也是透过GitHub账站 那个唯一我账站会花的钱只有 只有这个网域的名字 这个是每年都要付个1000多块 但是这是个人品牌的经营的投资 就给大家有一个就是分享 等一下有个陈沛宇同学你的问题说 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开麦讲一下 因为你这样讲听 等下写看不大懂 嗯 嗯 嗯 你是说你的 你除了一个网页档 还会有一个assignment.md 这个档案是不是 网页档 好 但是也不像电子书或讲义这样子吗 等一下这个我要看一下你的那个 我要看一下你的那个画面 那等一下我先关掉 好 好 今天刚好是自 现在是刚好是自由提问时间 因为也好 因为也快要放假了 那个 今天也刚好比较轻松一点 谢谢 正在分享中 好 好 这里我就请停止录 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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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